美丽中国型生态乡村游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省仙桃市的缅城镇 缅城素有莲香偶城之称 缅城盛产的莲藕不仅在口感上独具特色 那莲藕的采挖方式也是别具一格 今天小枫就要在缅城的东找红棉池里 开启一次采藕体验之旅 听说这采藕体验油 可不同于普通的采摘草莓桃什么的那样简单 那这究竟是一次怎样不同凡响的采藕油呢 今天小枫将踏上一段独特的旅程采藕 可是这个采藕的采为什么不是采摘的采呢 带着这个疑问跟着我一起出发吧 这采藕的采为什么不是采摘的采呢 穿上采藕行头后 小枫开启了缅城采藕体验之旅 缅城地处江汉平原腹部 是一座具有1400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 从南北朝西魏至建国初期 一直是郡道州府县的智利 都说缅城风景好 好就好在东找红棉池 东找红棉池位于缅城东门外 一池碧绿点缀红花 如翡翠 如碧玉 如花坦 将东找红棉池打扮得妖媚多姿 艳丽多彩 这如世如画的人间景色 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明朝学政 卢兹赞美东找红棉的诗句 湖水平桥 进古城 红棉花好 尽忠明 亭亭不受乌尼染 花雨连兮 心共青 东找红棉池 一直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传说 传说唐代大师李白 从江陵到缅城 遇好友张卫 亚人同在莲花池的亭中饮酒 李白醉倒后 梦见嫦娥送给了自己一个莲碰 他醒后发现自己怀中果真有一个莲碰 在李白离开缅城时便将莲碰送与张卫 张卫后来派直连能手将这个莲碰植入莲花池 四年就长出荷叶荷花 莲碰合藕 传说当然无惧考证 不过如今这片历尽汤桑的切木莲花池 不仅是缅城仅存的古巴景之一 也成为了游客们向往的独特的旅游体验区 这波乡村体验员李瑶 已经带着两位来自武汉的游客和小峰会合了 出发吧 出发了 东朝红莲池分为三个区域 一是采莲赏和区域 二是采藕体验区域 三是农家乐品美食区域 这三个区域按顺序走下来 也就是缅城柴油体验油的最佳线路了 瞧 小峰和游客们 已经在荷叶连连中采取了莲子 这个好 哎呀 你看这个大 这个就很饱满嘛 看我手上的这些莲子多么的漂亮 一颗颗那么力大饱满 吃起来甜兮兮的 脆脆的 哇 真是太甜了 哇 一下子又即可 真是 新鲜莲子吃到嘴里 甜兮兮 凉兮兮的 有清新解热的功效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体胃虚寒 消化不良的人 不适合多吃新鲜的莲头 鲜的研响 年轻小贴士 挑选莲碰 可以看莲子的表皮颜色 煮表皮呈淡绿黄色 莲子较嫩 表皮呈深绿色 则表腦莲子已开始变老 若是较深的绿黄色 说明莲子已经老了 看我们这里已经踩了满满一框了 都是莲子 我觉得平时好多女孩都特别向往这种场面 满面的荷花 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荷花生 真的是这样 我们站在这个船上 看到这边的美景 就想起了一首诗 接天连夜无穷碧 一日荷花别要红 在毕业红花中穿行 片片荷叶的清香 还有这千丝百态的荷花香味 会浸透全身 让人禁不住伸开双臂 微微地闭上双眼 尽情地呼吸 尽情地享受 这渐状的荷叶含笑的荷花 是不是让你想到下面的藕了呢 这莲花底下的莲藕 到底是怎么被踩上来的呢 瞧 小木船已经载着小峰李瑶 还有两位游客 来到了踩藕体验区域了 你好 你好你好 怎么样 今天生活还好吗 今天可以 在踩藕体验区 没有接天连夜无穷避的浪漫 也没有青州踩藕的失忆 有的只是凉凉的污水 和陷进去就难以自拔的污泥 这样的场景 让刚从美景中移入过来的小峰 有点始料未及 几位游客也很难想象 平时吃到的莲污美食 会是这样被绊到餐桌上的 还没开始体验 大家已经开始 大家已经开始对这个独特的旅行方式充满了好奇与感叹 看看刚才的这一幕 我觉得跟藕有关的一切都应该令我们肃然起见 湖北的话关于藕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说是每周都可以喝上这种很甜美的藕汤 但是从未体验过藕龙们在甜蜜溢度的状态 今天看到他们这个样子非常辛苦的工作 让我们想到的这个餐桌上面那个藕 让我们去 去记录了一种心情 小峰了解到每年夏季来临时 采偶公宋师傅都要和缅程的几百个村民一起 下淤泥里采偶 一直采到来年的三月份 这样的日子宋师傅要重复十个月 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 他们总是在泥泥的田里泡着 身体要长久的保持着猫腰状 有时下巴都要浸在水里 也有一般埋在淤泥底下三四十厘米的地方 手里没有任何工具的采偶公们 到底是怎么到采出来的呢 师傅 你们脚子到底装了什么密面器啊 为什么你们这么做 没有什么 就是这么的东西 就是一个袜子 就是穿上袜子 对 他们下面穿上衣裤子 只有一个袜子啊 对 只有一个袜子 莲藕完全是靠脚踩出来的 小峰和几位游客终于明白了 这踩藕的踩 为什么不是踩摘的踩 为了不影响脚的敏感度 采偶师傅们都是穿着袜子采偶 而不会穿专门的采偶连体服 今年67岁的采偶公宋师傅 凭借着自己如措子一样刃 秋口一样锐的双脚 在淤泥里逃了四十年的劲 最忙的时候 一天能采出八百到一千斤的连藕 每斤能赚零点六元 一年采偶的收入可以达到十几万元 宋师傅用柴藕挣来的钱 不但给家里盖了新房子 还供女儿上了大学 不过 顶宋师傅和他的工友们最骄傲的就是 没有他们 人们就吃不上那一道道 美味诱人的莲藕菜 那是一种骄傲 像武汉的像他们这好多大城市来我们这个名城来啊 都要骑我们这里沟鸡特产 我不做他就没吃的吧 是不是啊 我不踩钱他就没吃的 我赶的钱把孩子们都培养成 都到大学都断层去了 自己也盖上了新房子 郑师傅从小就喜欢习武 这不在采偶时 他也经常给大家伙露几手 这些采偶工们啊 我看他们都有几十年的采偶经验 基本上都是五六岁的人啊 那么当这一代人 他们老去了之后 谁还会来采偶呢 我想这样的场景 可能会慢慢的从我们身后能消失 所以说我们到这里来体验 看到这样的劳动场景啊 可能是难得一见的了 才我公们乐观的精神 可以这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相媲美 不过这莲藕的习性啊 可是爱往淤泥里钻 在看不见的淤泥下面 怎么才能辨别出哪里有藕呢 猫着腰探着头 淤泥里的学活真神奇 甜滋滋凉滋滋 美味的莲藕现采现吃 他们究竟靠什么 采出一年十几万的财富 缅程采偶游 敬请收看 中文美 在乡村 哇 这可真是门绝活啊 小枫他们已经迫不及拜的想体验了 不过采偶师傅们说了 要想学会采偶啊 得先学会在淤泥里行走 瞧 就这 小枫他们还真就被难住了 哇 倒是 什么事 就是底下的淤泥 我们这脚也一直都是往里陷的 对 所以这个泥大概也是 我们大半的腿已经陷在了这个泥里面 是的 缅程位于江汉平原的古湖泊群中 因长江和汗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 所以在缅程中 包括东找红原池在内的 其他六千多亩莲藕田里 都有相近一米多士的淤泥 这对于来体验柴友的游客来说 可是一大挑战 这不 游客梦大哥就让大伙吓了一跳 没事吧 好在有师傅在那里 大哥 你的眼睛都掉了 学姐 我前组的时候不能说话 但是我一说话 你忘记踩这个铜银杆就给我掉下去了 好像你到了 你快消消我心伤了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泥地里面 好狼狈啊 一个个的都 还有虚惊一场啊 既然来体验柴友 那么游客们怎样子能确保 在淤泥里安全自如的行走呢 这个这个植物里发生啊 要采这个火根一下 采火根 对 要不采火根这个鱼一身 就往下下鱼 鱼一身水深 刘小天是 体验采藕需要专业的采藕工陪同指导 可以用一根长木棒来测量淤泥的深度 在淤泥水里行走时 要采在鵝杆上 取了一肚子精后 小枫他们终于可以体验采藕了 那你怎么判断的这种植物啊 这是青蛙的红线哪一颗 你看这个上面这个叶子 都已经是太掉了那一颗 虚惊好久了 好久了 然后这个比它就是相比轻轻有的 轻轻一些 对 轻轻一些 它的时间载一些 那我先采这个 我先采这个 我采一下啊 这个是这个位置 再一个是这个红线哪一颗 人在什么位置 在哪里采都是客丸的 对对对 要来的一下 师傅呢 不是 不是 我采的这个是这个稿 这是 哪个杆子就是肉 这个杆要啊 哪里这个头还 后来没的感觉 这个没的感觉 哎呀 我好像都采到了 像这硬硬的 这什么样子 哎呀 这让我感觉太好了 哎呀 这让我感觉太好了 那一颗的 它采一颗的 我们去 这个泥下面这个 我是硬硬的 感觉说现在我就有力量了 支撑着我呢 下次你挤了 哎 师傅 那我就顺着你的手的方向 你这样我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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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这种感觉太好了 这种感觉就是收获的喜悦 我完全能够体会到 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这么辛苦 然后依然充满着这种欢声和笑语 我觉得这才是体验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农家生活 哇 这也是 哇 太棒了 大家想挑战的就赶快来到这儿来体验吧 在体验海偶中收获喜悦与感动 在淤泥行进中寻找鲜韧与勇气 这样的运行方式 或许可以发现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美 中博美菜香村 打到我头了 哇 中了 柳小贴士 夏末初秋是在缅程体验淤泥采藕的最佳季节 采出来的藕按美金五元钱收费 缅程棉藕粗壮肥大 肉质松脆 纹理细腻 味道鲜美 和采采草莓一样 采藕体验也可以进行现场品尝 这不 小峰和游客们已经大口大口的猛吃起来了 藕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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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他和李瑶邀请两位游客一起去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免成的莲藕有多种吃法 蒸藕,酸辣藕丁,藕丸子,排骨藕汤,香榨荷叶等等 个个都是美味佳肴啊 游客可以将自己采的莲藕拿到农家乐里加工 每道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 十道莲藕美食加工费也就一百元左右 咱们这一桌子的全藕农家菜呢 都是刚才咱们采的这些荷花,荷叶,莲蓬,还有莲藕 就这四样在师傅的手艺之下就呈现出一道精美的农家全藕菜了 免成莲藕在江汉平原乃至湖北地区堪称首屈一指 人们提起它都会赞不绝口 这对于免成由虎云孟泽淤姬而成的肥沃甘甜的水质土壤 民间有和联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的说法 秋令时节正是鲜藕应食之时 此时天气干燥,吃鲜藕能起到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清安神的作用 如果您来免成旅游,千万不要错过这生吃如秋梨一般清爽 熟吃如板栗一般粉丰的莲藕美食哦 让我们为这次美好的旅程喝口汤吧 好,来 我看到那么多的男女们在那里玩偶 他们年龄虽然比较大 但是呢,他们那种技术体现出来的力量 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男人 然后他们的那个精神啊 又像煮熟了的那个泛红的藕一样 充满着那种热情 免成的才偶工用自己的双脚采出了财富 他们的品性就像脚下采出的莲藕一样 出于泥而不染 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所有付出汗水和真诚的劳动者们致敬 每日中国相特行,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在一起 幸运的这些人 就像与人,人质四、人质四、人质四、人质四 往生有准备一路光光一路聚 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祝表一个人质四,人质五、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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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近年来以农事体验农家休闲农业观光为主体的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备受游客的青睐 免成根据区域优势 用莲藕产业带动旅游经济 不仅实现了地方增收 已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财藕这项传统绝技的神奇之处 而其中的最无形的价值 就是能够让游客通过财藕的深度体验 对莲藕这种美食有了更深的情感 我想这就是游客在淤泥地里面体验财藕 收获到的最大的快乐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